溜溜答答看世界,不慌不忙走天涯,我是刘大军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界上以肥胖为美的一个国家,毛里塔尼亚 在我们国家,以瘦为美似乎成了一种普世价值观 减肥是爱美的女孩子们永恒的话题 然而,在今天要说的毛里塔尼亚这个国家 女人们却一向以肥胖为美的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度? 跟随着刘大军的脚步一起走进 毛里塔尼亚 毛里塔尼亚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年轻小国 10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活着约430万人口 它也是一个地理环境非常特殊的国家 有约75%的国土都分布在撒哈拉沙漠里 是名副其实的沙漠共和国 在毛里塔尼亚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统观念 以肥胖为美 而且越胖的女子就代表着家庭越富裕和有威望 这跟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一定关系 以前毛里塔尼亚经济非常落后 它国内最大的深水港还是中国原件的 承担全国90%的进口任务 是毛的生命线 很多家庭非常穷困甚至果腹上乘问题 于是吃得饱就成了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体现 久而久之 女人们便形成了以胖为美的观念 而男子也愿意去肥胖的女孩子为妻 为了变美 毛里塔尼亚人从小就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女儿变胖 女孩子从五岁起就要接受家人给安排的定制增肥计划 其实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甜味投食 甚至在很多农村地区 普遍存在一些专职的女子肥胖学校 在里面 女孩子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的吃喝 她们被强制喝下路透奶 羊奶 牛奶 等高热量的饮品 此外 还会有大量的高脂肪 高热量食物 每天摄入热量高达1.5万卡路里 从生物学的角度讲 人的胃容量是有限的 但是高频次大批量的被强制进食 无异于身体折磨 更不可思议的是 女孩子们还被强迫用动物生长激素来增肥 很多人因此患上了各种肥胖疾病 甚至有很多女孩子被折磨死去 在全国150万女性中 有25%的人都属于肥胖体质 好在当局已经认识到了过度肥胖的危害 已经开展了20多年的反对强迫女孩进食的运动 也随着现代观念的转变 很多女孩子已经逐渐放弃这种落后观念了 除了以肥胖为美 毛利塔尼亚还有一个很奇葩的习俗 以离婚为荣 离婚次数越多的女人越有面子 而那些没有离过婚的女人则会被人看不起 怎么样对于这个以肥胖为美 以离婚为荣的国家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